大家在新年都會吃蘿蔔糕、糊頭糕應節 而且正值冬季也會吃煲仔飯和糯米飯 這些菜式都會用上臘腸或滋腸 不過進食過程可能會連帶將過量重金屬都吃落土 我們分別在三個地點購買6個沒有包裝的臘腸和滋腸樣本 交給專家檢測重金屬含量 結果顯示全部樣本所含的4種重金屬都超標 當中原和水銀的超標情況較為嚴重 這兩個夠自旺角一個攤檔的樣本最為嚴重 軟腸樣本水銀超標311倍 臘腸樣本則超標212.4倍 其他樣本同樣嚴重超標 介乎178倍至273倍不等 至於原含量也是全部超標 介乎15至78倍不等 這些臘腸或滋腸為何會有重金屬呢 學者估計有幾個原因 葉製的過程中可能是添加了一些重金屬 或者可能本身的豬脊本身是未檢疫的 那麼它未檢疫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就會令到它那個 可能會出了事都不清楚 接著它在過程中又要攪碎它 又要加很多調味料 在一個攪碎機器那裡 或者可能在加調味料那裡 或者可能在刪曬的過程中 因為刪曬的過程是涉及了空氣 暴露空氣刪曬 那麼在很多的過程中 將可能空氣裡面的粉塵 或者機器裡面的金屬殘餘 就會落去臘腸裡面 不是臘腸裡面 梁浩文有提醒市民 重金屬會在體內積聚 無法排出體外 同可能會令基因改變 出現腫瘤和致癌 家庭醫生關加美說 懸會對多具器官和身體功能造成影響 長期接觸會導致慢性中原毒 影響神經系統發展 貧血、高血壓和腎功能受損等 引父如果進食過量 會影響胎兒腦部發展 甚至引致小產 而水癌會引致肌肉軟弱 手腳麻痺和出現皮疹等 長期攝入或者會令觸覺、視覺、聽覺和味覺減退 如果小朋友過量攝取會引致死亡 食安中心說 由去年一月至今 一共抽取超過3,100個肉類和它的製品樣本 做化學和微生物測試 當中做金屬雜質測試的樣本全部通過檢測 但提醒市民 臘味的臘、糖和脂肪含量高 又說世界衛生組織核下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已將加工肉類歸類為令人類致癌 不移過量進食包括臘味等加工肉類 以癌低患大腸癌風險 東網記者曼家綺報導 東方東網綻放光網 東方傳媒機構同仁鞠躬 東方傳媒機構同仁鞠躍 東方itet yzeno